5岁的幼儿未来将可以免费读幼稚园 在今年9月起 从里岛跟原住民乡镇先行实施 可以免费进入公立幼稚园就读 而读私立幼稚园的呢 最高也有6万块钱的补助金额 100学年度会继续的扩大 年收入110万元以下的家庭 就能免费读公立幼稚园 预计将可以有75%的5岁学童受惠 教育部这么做 当然是希望能够提高台湾的生育率 但是有民众呢不领情 说补助还是不够养孩子 看得到吃不到 小朋友在幼稚园开心玩闹 未来家长可以不用担心学费问题 教育部规划要把国民教育延伸到大班 今年9月先从里岛跟原住民地区开始 5岁幼儿可以免费进入公立幼稚园念书 减轻部分家长负担 他每次上班都要加班 当然补助扩大很好啊 那我们只是希望整体的教育的经费 再多一点给学前的阶段 以今年99年度来说 只要是里岛跟原住民乡镇市 年家庭收入在110万元以下 5岁幼儿念公立幼稚园学费全免 预计最多可以省下34000块钱 如果是念私立幼稚园也有补助 最多可以省下6万块钱 100学年度时将会扩大实施 年收入110万以下的家庭 都可以免费来念公立幼稚园 预计将会有75%的幼童收费 逐步呢 数财政来往前走啊 我们也预告未来财政好转的话呢 也不要110万的牌股全国都可以走 教育部这么做就希望可以提升生育率 不过对民众来说 可能还要祭出更大的优惠财心 中天新闻邓杰王举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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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